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ombustion Engine 也就是液態燃料的發電機啦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做更多的發電設施 可是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站在這個地方是什麽地方 可以看到我身後的新家 還有那棵柚子樹 再次轉過身來 哦,看到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其實就是我到我附近亂晃的時候發現這個小角落 誒,我怎麽撿到這個掉落的泥土啦 我還想說這是不是苦力怕爆炸的 可是我馬上發現,啊,這不是 這個看起來是某一個會吸吸吸人的東西在這附近啊 那我們的模組包會吸方塊的東西有兩種 一個是Thuncry的Hungry Node 另外一個就是Metal Overdrive的小黑洞啦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黑色的球球 所以這應該就是Thuncry的Hungry Node啦 所以我們運氣很好 居然就在我們家附近 或者我們新據點附近發現了這顆Hungry Node 靈氣節點啊 你可以看到我站在附近我沒有移動 我都會被它的強大的引力給它拉過去啊 所以說呢 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辦法先把它給它封印起來 為什麽呢 因爲 如果你不給它封印的話呢 它就會一直在附近吃東西 雖然說 距離我家有一段距離啦,就是有點遠 但是呢我們 這個 我們要發展Thuncry的還要一點時間啦 所以在這之前呢 這個吸力真強 我們先想辦法把它封起來吧 哇,這個吸力已經強大到 我沒辦法移動到旁邊去了 那看看哦,如果我丟一顆終界珍珠的話 誒,有,我可以用這方式來快速脫離 那我就再換這個方向 那我們這個Thuncry的Hungry Node 雖然說它什麽都吃 但是呢 它也有一些方便讓你可以防止它無限吃下去的東西啦 其中一個的話呢就是原版Minecraft的這個黑曜石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就是Thuncry它自己的一種 特殊的 那個World Stone 保護石 或者是Wordgrass 保護玻璃 這種 這種無法被破壞的東西都不會被零季節吃掉 那至於其他模組的方塊我就不是很確定 像是我們的Ander I.O.的防凋零破壞的黑曜石啊 或者是一些防止玩家破壞的東西啊 這種東西都很難講 目前 確定不會被破壞的就是黑曜石跟Thuncry自己的World Stone 然後看到有一隻僵屍 似乎對我很有興趣啊 可是就連其他的生物也是會被這個 靈犀極點給它吸收掉 連我的終界珍珠都偏移啊 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現在想辦法做的事情是封上面跟下面 只是上面跟下面真的不太好封 只是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哦,這樣下面就封到了 這次該死的僵屍又跑來咬我 這可能會移到海底面 不過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想辦法到上面去 再把它封住就萬事OK啦 怎麼樣,這隻僵屍 被吸進來了吼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吧 哎呀 有 燃 然後這樣點的到嗎 算這樣封掉好了 把它封完整一點 來,剩下最後一個角落 這樣子就全部封完了 封了一個 算黑曜石 黑曜石小方塊的造型啊 然後我看我能不能再移過去一點點 看起來這邊 有三格了 好吧,那就這樣子了 可以回家啦 好,那就來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好,那就來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上一集呢 我們說我們做完這個 Combustion Engine還有兩個Vat 然後呢,就是我有說過這個燃料效率使用率很高 所以我去稍微計算一下發現 哦,光靠這兩個Vat 就是一份的這個生產線 一套生產線 它就可以供給14.5台的Combustion Engine 就是可以供需平衡啊 我們產出了這個Rock Fuel的量 就可以供給14.5台的量 非常非常多 所以到時候總total的發電 可以來到了2000多RF 還不錯 所以那時候我打算就把這個技術轉移 到我們這棟小屋子啦 那我也先配好一個方案 那主要就是這面牆壁就是放我們的Combustion Engine 然後呢,樓上的話呢 來放我們這個Vat 就是處理我們的這個Rocket Fuel 那我沒有全塞滿的原因是我在想 未來的某一天會不會有 比如說我們這面牆再放另外一套發電設施 然後這面牆再塞另外一套發電設施 雖然不一定真的會塞啦 但是就是先預留空間 未來如果想要再放不同的發電機的話呢 就是隨時都可以再安裝 所以說善用9x9的空間啊 就是蓋9x9小屋的一種精髓 然後呢,我們最中間的話呢 剛好跟這個牆壁的發電機搖相對望的就是我們的電池組啦 所以到時候呢我們這邊就會放入我們的Ender Iod Capacitor 然後我們的電的話呢 再直接從地下室 往這個地方接過去 旁邊的話呢就是我們的地下管線 然後就可以接到我們家裏面來用電啦 然後之前說我們盡可能的利用Thermodynamics 所以這個發電機它有一個比較特別 應該說Combuction Engine嘛 它需要燃料也需要冷卻元件 它有兩種液體 就是我們要傳液體 然後又要能夠送電 這個要求還蠻多的 因為如果你不靠Ender Iod的電線的話 是還蠻複雜的 比如說我希望可以把樓上的這個燃料送下來 然後又可以把這個它發的電送上去給VET使用啊 對不對 所以還好我們Thermodynamics它也有提供一個電線叫做 Flux Plated Fully Duct 它就是液體跟電線二合一 所以這個東西我以前從來都沒用過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來試試看吧 那它這個的話呢就是很簡單用這個強化水管去做升級 那強化水管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Thermodynamics它的水管分成好幾階 也就是從最基礎的Temporary這個臨時水管 那這個臨時用的水管它上面有說明就是它沒有辦法裝這個非常冷或非常熱的液體 比如說你拿去這個裝岩漿啊或者是它自己模組有個Cryothian 這種液體的話呢這個水管會爆掉 所以如果你想要裝岩漿或者是一些比較冷的液體的話呢 就要升上這個Harden Fully Duct 就是強化水管啦 那也是就是用強化玻璃做出來的啦 好血月降臨啦 哦,很刺激哦,因為我這個地方這個生態魚沒有這個免疫措施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要從這個地方挖洞過去 好吧,我們先蓋一個臨時的通道 我們金管就不出門啦 那我們先來做一些這個強化水管吧 然後呢,我們要拿去跟一些金屬錠合成 就是這些東西可以得到這個Flux Plate的Fully Duct 但是它需要兩種比較特殊的合金 一個的話還好做 這個是金銀合金 或叫電金 或叫琥珀金 不管你喜歡哪一種翻譯 總之它就是金加銀的合金啦 Electron 另外一個的話是Synaline 那這個的話如果按照原本這個Thermal Expansion的設定的話 我們可以點這個粉進去看 然後它是用很多種粉合在一起的 外加一桶的這個液化的紅石 那液化的紅石又是從哪裏來的呢 它就是要用Megma Crucible去融化你的紅石 然後再用這個另外一個Fully Transposter來裝桶 反正就是要很多很多機器啦 那如果你要比較偷懶一點簡單的做法的話 我們Ender I.O非常佛心的也給你一個配方 你就不需要Megma Crucible或者Fully Transposter 就直接把材料放進去三個 它就可以幫你做出四個印給出來了 但是我們之後如果要做一些東西的話 還是要Megma Crucible跟Fully Transposter啦 所以我們就乾脆把這兩台機器做出來吧 哦,月色好紅啊 我暫時先把這個怪物聲音關起來 不然的話這一碗會很吵 好啦那我們先做出Thermal Expansion的Megma Crucible 還有Fully Transposter吧 好,首先是Fully Transposter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Megma Crucible啦 好,那這兩台機器的話呢 放在哪裏啊 我想想看我之後 放在這邊 來 Megma Crucible跟Fully Transposter 然後我們要的就是液化的紅石 可是我們一定要先接過來才行啊 所以 來,我們暫且先把電線這樣子隨便接過來 現在外面很危險啊 我暫時把門封起來 避免不小心踩到那個壓力板 所以電過來了 然後我們發電機應該也會開始發電吧 哦,電抽光啦 那我們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讓它從這個旁邊輸出 然後呢,從這個地方 錯了,輸入 哦,對,話說這個要怎麽調整呢 就是 它預測情況下會很亂七八糟嘛 那如果想要一次取消的話 你就按住你的Shift 然後滑梳左鍵點一下中間 它就可以把所有的IO給關閉 然後呢,這時候你可以點左鍵或點右鍵來調整 你說藍色的話呢,就是input的輸入口 輸入口的話就是它可以接收材料或液體的這個IO處的面啦 那現在的話,這個上面就是機器的正上方 這個的話就是裏面向機器的左方 裏面向這個機器圖案 的左方的話就是這個地方 不是這邊,是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右邊 然後這個是下面 然後呢,這個圖案是它的後面 就是它屁股的部分 就是背對的機器方向 所以醬子就很明瞭啦 比如說我們可以從上面放入這個紅石材料 從左邊來接收它這個融化好的紅石 那假設你右邊有箱子的話 你也可以導出你的產物 就是這個孔 那我們Fully Transposter它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這個裝鐵模式 比如說我們這邊可以放這個水桶啊 它就可以把你的液體從這個地方裝進來 好,我們直接示範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放 10個紅石 進來它就會慢慢的把這些紅石進去融化 融化因為有I.O的關系 這個顏色的話就是輸出端 跟藍色相對的 所以它會直接進到Fully Transposter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一個水桶 然後水桶的話就放進去 好,它就會幫你裝桶好了 然後這時候如果我們按鈕按一下 會變成這個Full 或者是Empty模式才對啦 Empty模式的話你再把桶子放回去 它就會把比如說 你有這個玻璃品,Bottle 或者是這個Bucket的桶子 或者是其它模組可以裝液體的任何的單元罐 它就會把裏面的東西放進這個 它裏面的內存的水塔 那你也可以選擇 比如說旁邊再放一個Tank 把這些液體給佔存起來 總算白天啦 但現在問題就是外面一大堆的怪 看一下 我們到樓上去殺好了 這個是我臨時做的門 就是有的時候蜘蛛會爬牆 但是因為蜘蛛它有兩格寬 所以它也下不來這個空間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 中庭花園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像中庭花園一樣 然後我就可以從地方爬上去來 幹掉這些蜘蛛 好嗎 說你們應該也要瞎了吧 都已經白天了 來來來,連上面都有僵屍 有沒有搞錯 現在其它怪物是不足為據 但最怕的就是 哦,居然有這個 苦力怕啦 不曉得現在Botania有沒有防爆飾品 但是我們沒有玩Botania 所以不用做過多的期待 現在就是把這些苦力怕給它殺一殺 不知道爲什麽生這麽多苦力怕啊 苦力怕不用錢 居然又下雨了 苦力怕居然躲在這正門口 門檻下面 啊,但以為這樣我就射不到你嗎 來 這個散射箭矢 好處就在這邊 隨便亂射 有了 死了 總算把這些苦力怕通通都清掉了 剛剛血液至少在我家生了十幾二十隻苦力怕 可能骷髏跟殭屍都燒光了 所以剩下都是苦力怕 但是沒有看到一隻Andermade還蠻神奇的 好啦,醬子就OK了 來,我們做一個Walk Table 這是林業的這個合成桌 那因爲我們這個模組包沒有這個Tinker的關系 所以説呢 就缺少那種不會噴出來的合成桌 我想想看這個合成桌放哪裏好咧 還是放這邊好了 就放在地板上當裝飾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可以把合成材料放進裏面 關閉的話它不會噴出來 那不只是這樣子的話 它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功能 像是配方記錄功能 比如説,我已經設定好一個配方了 然後我就直接拿出產品 它就會自動記錄好一個配方 然後你可以按右鍵把它鎖起來 什麽意思呢? 就是它最多可以自動記錄9個配方 你就隨著你一直合成不同的東西才會記錄好 然後呢,如果你這時候合成第10種物品 它就會自動清掉第一個配方 它就是把舊的給刪掉紀錄新的嘛 可是如果你比較常用這個配方 你希望它不會被清掉 那你就可以按右鍵把它鎖起來 這樣子它之後就不會被清掉 所以還蠻方便的 那類似功能的話呢 我們的Thermo Expansion也有 只是Thermo Expansion它你要合成一個圖紙 藍圖紙 放進機器裏面 它才有辦法記錄那個配方 所以比較起來 來,林業的這台 這是機器嗎? 這個合成做比較方便一點 來,我們繼續合成更多這個粉末 其實Thermo Dynamics它的管線有分從兩種版本 應該說每一個管線都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這個透明管線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不透明管線 那這兩個東西是差在哪裏咧? 先把這些做出來 那這透明管線的話呢 就有點像以前的BC的老式管線 或者是REPOW2的那個空氣管線、氣壓管線 或者是Thermo Expansion自己以前舊版的時候的管線 都是透明的 透明的話就是你可以看到東西在裏面跑來跑去的動畫效果 但是有人可能會說 欸,這樣我電腦會Lag啊 所以它就出了一個不透明管線 就是完全不透明的 你看不到裏面有東西 就是不會有動畫啦 那它就是完全用它程式碼去計算它物流的走向 就少了一個動畫的渲染 對於這個電腦比較差的來講 會稍微輕省一點點 因為不會有上千個上萬個東西在那邊跑來跑去 有些人如果玩的很誇張的話 這個管線到處都是東西跑來跑去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液態加這個電線了 我們就可以來 把這個敲掉 然後這個也可以敲掉 我要先做一個東西好了 就是我們之前上下樓不是爬樓梯嗎 只是我們其實可以用電梯啦 所以電梯的話是來自這個Open Blocks模組的ELEVATOR 只是ELEVATOR需要很多的羊毛 目前羊毛顏色還蠻不固定的 最多就是灰色 來,我們就做兩顆ELEVATOR 一個 兩個 這個 然後我記得沒錯的話 這個ELEVATOR它也可以升級 好,我們先把它做出來 升級的話呢 可以看到配方就是加兩個鐵錠 1234 我們先試試看原本的版本好了 比如說呢 又有蜘蛛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玻璃掐掉 然後電梯放這邊 電梯放這邊 那一般來講 正常來講 我們電梯 我們站在這個方塊上面 寮箱對望 那它最遠的距離的話 Config可以設定 預設的話可能是20格吧 然後呢 這個電梯跟電梯之間 是可以有方塊在中間阻擋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電梯藏在一個山壁當中 你那個電梯方塊不用裸露出來 你中間可以稍微隔幾個方塊 這Config也可以設定 預設的話好像是可以穿透五格吧 所以說呢 你站在這個地方 你只要按住空白鍵就是跳 跳就是上樓 那蹲的話就是 蹲下就是下樓 咻咻咻咻咻 非常方便 快速 但是呢 它的升級版本的話 就是它會自動幫你轉向 那爲什麽要自動轉向呢 就是有些人可能房子蓋得比較複雜 還有可能一樓是面朝這邊為出口 結果上了二樓之後呢 變成面朝後才是出口 那你想想看嘛 你上樓之後 你可能就是走路走路走 走過去這邊上樓 結果馬上看到是牆壁 你可能要轉個身才會繼續走到你的屋子裏面 所以說我們就加上這個鐵錠之後呢 就可以升級成這個Rotation Elevator Rotation Elevator的話它就會自動幫你轉向啦 比如說 中間這邊我們還有隔一個燈 就是可以穿透方塊的意思 這樣子放 這樣子放 那這個意思的話呢 這邊唯獨有個箭頭槽位 這個槽外的話就是它會自動幫你轉向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方塊也放著 好 這個面就槽外啦 所以說我們隨便走個地方 再來正常來講我們原本的Elevator 你下樓的話是直接朝這個角落 可是它現在會自動幫你轉向 還蠻方便的 好,我們要上樓 自動幫你轉向 我們先把這些發電機放一放 這邊鵝卵是放好就是我們發電機的位置 稍早之前我們不是有說 一套的Vet最多可以攻擊14.5台嗎 所以我就估14台吧 超過的話那個燃料可能會供不應窮 所以我們就一次給它14台的發電機 外加我們之前本來就已經做好這台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套設施拆過去用 到樓上去 然後呢我們的Vet 這台是什麽 哦,這是2patch 2patch我們放在下面好了 1patch放在上面 然後我們的IO可能要重新設定一下 那這個地方就是把做好的Hooch移到下面 然後下面這台的話呢 這邊先回復正常 然後它從上面接收 然後下面也回復正常 它應該是要從這個地方輸出我們的燃料啊 然後我們的水的話呢就是放在這旁邊 好,一桶水 兩桶水 我想這邊還是先取消不要讓它輸出好了 因為想到等一下 會有兩種液體混搭 那一個是燃油 另外一個是這個冷卻液體 兩個是沒辦法混在同一個管線的 因為這個不像Ender Isle那種水管 所以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這樣子的話我放這個flux plate fluid duct 它這樣子就不會有液體混進來 這時候呢我上面再走這個 嗯,我想一想看哦 把這個斷開如何 不行 這樣子電就進不來了 那我們還是上面走一個這個冷卻液體吧 所以冷卻液體從這個地方進到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要吃水才可以做Hooch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 可以混電線的接下來 然後接到中間這個電池組 所以這樣的話呢他們可以吃這個燃油 然後發好的電也可以傳上去給VET 或者是傳給中間的電池組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就是 接發電機啦 所以它開始發電了 理論上應該也會順便把電接上來了吧 有,有在充電了 那再來另外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下面的冷卻液體 這個要怎麼搞咧 冷卻液體如果走這個管線的話 先下去接好了 這個接上去,然後記得要斷開 這個地方也接上去 這邊都是走冷卻液體 簡單來講是水啦 斷開 頭上面的話 可能這樣子接吧 這樣子看起來很醜 不過我們之後可以加那個板子 可以給它遮起來 所以大致上不太會有影響啦 然後這個地方也一樣 點一下 右鍵點一下它就會給它中斷 醬子液體應該就不會流下來了吧 現在冷卻水管裡面已經有水了 所以有沒有接錯一個螢幕了藍 如果有接錯的話 這個應該裡面也會有藍藍的水 現在看起來都沒有啦 我們就可以再把這個附位 水就導出啦 包括這邊可以進水 下面的發電機也可以進水 只不曉得它傳送速度如何 現在因為我們的AnderIO它會主動導出 所以不需要靠Server 有些機器它沒有自動Eject的功能 那就可能需要靠這個Server 來透過水管來抽出 現在AnderIO會自動導出 所以應該不用啦 所以現在傳送速度的話 就要看我們AnderIO它造水的速度而定 我們的Herobrine又出來啦 Herobrine was here 這個AnderIO的彩蛋 它有時候會跳出來這個 嚇嚇你 可是你已經被嚇過的話 就不會再被嚇第二次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製造燃油當中 我們就可以 倒出了吧 剛剛私底下接觸了好幾次啊 真的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燃油終於出來了 然後開始發電了嗎 這個電滿了 旁邊開始發電 這邊也開始發電 好啦,正在發電 那麼我們的電池可以拆過來 把它接在一面朝這邊 所以說這邊的話也會輸到我們的電池 那接下來的話電就是從下面走 然後從這個地方接到我們的機器下面 然後這邊的話可能要改用這個 另外一種電線 叫做這個 叫做這個 Fructing Item Doct Fructu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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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Doct 就是傳物管跟電線二合一 好,最後呢我們來做一些這個 這個Fructing Item Doct 做收尾吧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現在要做普通的這個Item Doct 然後再灌入這個紅石 填好填滿 那它需要多少這個液體咧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寫200MB 那一個紅石等於100MB 所以就是兩顆紅石 換一個管線的意思 OK,我們來鋪管線吧 這個管線該怎麼鋪好咧 這個電應該就可以直接從這邊接出來 是說,我想一想看哦 它這樣可以接嗎 它這個應該是可以電量轉移啦 Thermo Dynamics嘛 它可能是不同的電線可以做電量轉移吧 我猜 只是也是沒差啦 因為現在電量輸出的話 之後的受限值會是 這個Ander Eye的輸出 或者是電線本身的傳送率 是2000 可是也才2000而已啦 沒辦法到多高 所以先這樣子吧 這個電送過去就好了 然後這個在送電的時候感覺有點紅通通了 還是它本來就紅通通了 應該是本來就紅通通了 來,把電送上來 那我會選用這個電量外加這個傳物管的話 主要就是因為之後可以順便 比如說你這個 沒電了嗎 就是機器它可能運作東西嘛 順便把一些東西給抽出來 就是它機器比如說你處理好一些東西嘛 那以前的話我們可以靠這個Ander Eye的傳物管 因為Ander Eye可以多合一 就是既送電又順便把東西抽出來 那這個的話它是物品跟電量雙合一 所以我們就可以比如說物品 這個處理好之後呢 從同一根管線送出來 然後放進比如說有一個箱子 就是產物箱 就放進那個箱子 怎麼講 能夠在同一個口做兩件事情當然好 就不用再挖比如說挖牆壁鋪電線 再加上因為沒辦法用那個Cover 沒辦法用Cover遮的話呢 可能就要用其它模組的傳物管 這樣就會失去我們想用Thermal Dynamics的用意啦 來,剩下幾根電線這樣接過來 這邊1,2,3,4 然後 從這邊接下來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吧 我們之後機器就擺正面牆 然後從這邊開始都是機器 雖然說這個角落可能不會有東西啦 先暫時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這個泥土鋪回去 因為這邊之後的話 不會是這樣子 中間的話我想要留一個通道 比如說呢 我們把這個石磚這樣子鋪好 鋪好,鋪好 電線地下化 這邊鵝卵石頭 都吸定這背包 一個兩個 然後我之後再多做一些電池把它放回來吧 還是說我可以先把電池放回來了 因為電線已經接上去了 來 我們把這邊設成input看看 有了 要設input它才知道這個是電線 所以現在發電量慢慢提升 那最大 就是1000了 因為我們這台IO就1000嘛 我們之後多疊幾台的話IO會比較高 或者是直接把它升級成比較 比較高級的電池的話IO會更高 所以這邊有加1000進來 然後我們這邊應該也會有電進來 我們要實驗看看的話呢 我們就燒一些石頭 有 有 目前 電都還是滿的 代表電線 已經進入管線囉 先來做這個遮蔽管好了 或者是遮蔽用的這個面板 就是這個Structural Docter 這個的話呢就是 它算是一個素材 它這個看起來是管線 只是它沒有辦法傳送任何物品 它這個是單純讓你遮蔽用的 所以我們要鉛跟這個鐵粒 鉛的話呢還有一點點 鐵的話呢 不需要那麼多 一點點就好 所以我們把它這樣分開來 做出很多很多的這個 叫結構導管吧 然後這個結構導管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天花板的材質是 這個鵝卵石磚 我們就可以用結構導管跟這個鵝卵石磚進合成 也會得到一個看起來像破圖的東西 但它其實是這個遮蔽管 Cover 哎喲,真的大破圖呢 這樣子真的沒問題嘛 來,我們把它放上去 這個破圖嚴重啦 這個該不會是光影模組的關係吧 把它關起來 然後還是破圖 噢,在最後結束之前 其實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呢 去搜尋一下 發現呢 果真是跟光影模組的衝突啊 那時候我是不曉得更新 或者是換Optify會不會修正啊 但是 有人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模組 它就是讓我們的Thermode Dynamics的Cover 可以跟光影模組 互相契合在一起 總而言之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我們這個Cover就被修正啊 包括我們這個發電機的地方也都被修正了 非常完美 幾乎 幾乎就像它原本應該一樣的樣子 那現在呢我們可以燒東西 有接收電之後呢 把這個產物給抽出來 比如說我這邊放一個箱子 那... 我這邊設定成自動導出 Push 噢,東西就出來了 哈哈哈 然後不曉得它是不是有正常在跑啊 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 我們的O 好吧 結果它自動 再倒回去變成石頭 變成這個... 這個Circuit Plug 那為什麽會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這個Thermode Dynamics的管線 它是這種靠流動的方式 它跟EnterIO那種可以直接瞬間傳輸是不一樣的 所以Circuit Dynamics的話它會有所謂的距離的遠跟近 它會傾向於放進這個最近的位置 那像是我們這個EnterIO的機器 它同一個面可以輸入跟輸出 所以即便看起來我們是設定成Push 我們的管線它還是會嘗試把東西先放到這個 因為它是最近的位置嘛 所以要避免這種情況的話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放這個Servo 讓它變成一個只有輸出功能的地方 把它敲掉了 另外一個是放一個Vacuum Vacuum Fucking Item Doct Connection 放上這個管線的話它會變成最短路徑 但是我想還是放Server好了 放上Server的話應該會比較簡單一點 比如說呢 那這個Server往後它還可以繼續升級 升級的話差在哪裡 就是它這個 因為我們的Server它擁有主動抽出的功能 之前的管線都是被動式 現在它可以主動運輸 主動運輸的話會有速度上的差異 比如說我們最基礎的它這個抽物品的話 每3秒鐘抽一次非常慢 然後一次只能抽4個物品 但是如果升級的話之後變成2秒鐘一次可以抽16個 或者是1秒鐘一次甚至可以抽64個 或者0.5秒一次 最快的話呢 最快差不多就是0.5秒一次 但是它有那個運送速度上的差異 比如說這個Speed Boost是2倍 Speed Boost是3倍 那我們先用最基礎就好了 這樣子放上去它應該就不會再倒流回去了吧 我們試試看 放一些這個鵝卵石 放一個就好,讓它燒 燒完之後它就會輸出 對,它就不會倒流回去了 只是它會丟進去讓它磨 好吧,那我們這些都放上這個Server 我們這個Thermo Expansion應該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吧 因為它機器同一個面 只能設定導入導出或者是完全不做事情 所以現在的石頭 就會正常的放進我們的箱子 就不會再倒流回去了 所以玩Thermo Dynamics 需要注意的事情真的會比較多一點 跟用NZIO那種無腦管線真的是差蠻多的 還算蠻有意思的 算是回憶一下以前玩魔主生存的時候的感覺吧 好啦,那就真的要到這邊結束啦 下一集的話咧 我們看要不要發展一點Immersive的東西 因為我想要 因為外面我們室外空間如果要蓋什麼農田 機器的話也是要電嘛 那我們可以用Immersive的電纖桿 把這個墊給配接過去 會不錯 所以搞不好也可以先來燒點木六油之類的啊 對不對 AveryCraft畫的時候也找時間做啦 那就這樣子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各位掰掰 拜拜